宝岛爱动宝 动宝在宝岛 动宝大小事 简余燕 黄庆荣医师主持 欢迎收听 动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 大家平安发财 平安之外 天气越来越冷了 衣服要越穿越多了 有时候每次 好像抱猫 猫都会站在我这里 就觉得 他好像也是一个 猫皮大衣非常温暖 你应该把你的猫 怎么样想不改良成 像那个貂皮一样 整个缠在你的脖子上 他睡觉的时候 也会睡到我的 冲到枕头上 你就觉得暖暖的 所以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就蛮舍不得他 我也曾经出差两三天 就只好找兄弟姐妹来家里 帮我陪他 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 但是他老人家不会想陪猫 我还要叫年轻的下一代 来陪猫玩一玩 所以我们这里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说 家里有老人家 我们是不是 养一只狗去陪老人家 那这里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假如说老人家 还有自主能力 还有什么身体那些行动 那些都好好的时候 是可以是可以 说养一只比较小型的狗或猫 来陪他 到底是猫狗照顾老人家 还是老人家照顾猫酒 基本上是老人家照顾他 因为照顾他的过程 第一个会抱他 然后抱他以后会抚摸他 抚摸他你的手掌心就很多穴道 抚摸的时候那个等于是穴道按摩 是他按摩我不是我按摩他的意思 对 是你抚摸的时候之后就会刺激 就穴道按摩 那再来就是 当你抱着他 这个爱抚他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很平静 对 很平静 我们从内分泌开始 你那个脑肥胎 分泌就会增加 血清素增加 因此你的心血管 血压平稳 平稳 然后你心中会充满的发喜 是 正能量充满 对正能量充满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快乐 对 心里都是阳光的 happy的 这就是养宠物的快乐 对 接着下来呢 狗猫总要吃东西吧 是 吃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阿公一口 你一口 阿公一口 你一口 你以为是你孙子吗 不是啊 就是 我们都会把 把那个狗和猫 当作自己的孩子 孙子 一样 没错 没错 而且我家餐厅 吃饭的时候很好玩 大家每天叫 来吃阿公吃饭 阿嬷吃饭 大家都不来 第一个来到 旧地位的 就是那只猫 对 很奇怪 你也不需要叫 他摆好了 他就来了 因此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一口你一口 他一口你一口 老人家的活动 活动比较少 因此需要的食物量 也比较不那么多 对 这样营养就差不多够了 嗯 也不必怕说 像现在 我一懒 阿算了 睡个午觉 一睡三点多 忘记吃午餐 不是忘记吃 实在是 就不吃了 就到晚餐 难怪身材都有保养 那 当我养狗的时候 我想不行啊 他要吃东西啊 对 要起来做东西 给狗吃 顺便人也吃一下 因此我们就思考 鸡腿给狗狗 鸡汤自己喝 对 假如 假如说 老人家的体力 行动什么 都还行的时候 嗯 OK 送一只狗去陪他 嗯 没有问题 嗯 但是 当逐渐老化 然后 尤其是逐渐老化 狗也 或猫也逐渐老化 都 都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 嗯 呃 第一个 老人家怎么办 对 第二个 狗猫怎么办 嗯 因此 呃 老人家 有 长照机构啊 可以把他送去老人大学里面 就是上班的时候 有外老 对 还有现在很流行 就上班的时候 你把爸爸妈妈送到社区中心 他就在那里唱歌 打麻将 日拖嘛 对日拖 然后下班的时候 你再把爸爸妈妈接回来 在家里享受天文之乐 对 那猫狗怎么办呢 所以接着下来就说 老人 因为我们人有社会福利机构 嗯 而且人的社会福利这个机制啊 从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慢慢就是出转发展出社区有车子来接 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些娱乐设施什么都是很安全的 还有人陪伴他傍晚再送回来 嗯 还有福利福利措施 那接着狗猫怎么办 怎么办呢 因此 因此我说我们这个狗猫的一个是现在已经有的 当时我就我就说我们其实我们我们可以发展什么 一个是道府服务的道府服务的洗澡美容 哦 是全新的行业出来了 用行动车 那个 很不错 那个什么 巡回服务的医疗车 一个是打预防针 是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做这个洗澡啊美容啊 宠物美容 第三个还可以到家里 为什么我们我训练同人去做这个训练 对啊以后以后做收获主的原因 对也就他可以到家里道府服务 因为你把猫是很难出门 对 你把狗带到那个我们的托育中心 他对新环境也不感觉不好 那你到他家去当然第一个要诚信 你不能第一天去第二天就被打搬家 所以这个我们对人品方面的筛选要很严格 是 那去了以后 你一天带 就是比如说一天两次 带他出去到附近的公园 除了散步以外 还教育他一些服从 听命令的训练 对陪他玩吧 球丢出去让他叼回来 就是这些 丢飞镖出去 运动这些 然后训练他 那一个月到了 一个月到了 反正收钱就对了 像这种服务的需要 还有他要吃的东西 你大老板你也不用了 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买什么东西的 什么时候要打一防针的 哪一天要做什么的 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有SOHO组的训练师 来帮你做这些服务 所以有宠物训练师 他就是能够教会你的猫或狗特殊技能 一个就是宠物保姆 是不是 那接着下来就是 你会出现说 有些已经实在是 他必须要去到那个老人 老人这个中心的 那这些当然就会有所谓的 我上次讲的说 我们的宠物的养老院 是 所以第三宠物保姆 宠物训练 宠物养老院 对 宠物旅馆 都是新鲜行业 宠物旅馆是 现在已经有了 只不过是说我们的宠物旅馆的 只是说 把你放在里面 然后 有没有 在那边 给你吃而已 没有运动 这些其他相关的设施 是不是够 比如说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所谓的宠物业 宠物业的设施 什么 繁殖业 还有 这个买卖业 和寄养业 它本身的 这个设置标准 是不是够 你必须要有 比如说繁殖业 你必须要有运动场 第二个 所谓的弹琴受爱中心 真的啊 再来就是 当 还有就是 弹琴受爱中心之后 它不是繁殖场的功能吗 对 你那个 已经有 受胎了 中后期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 比较有安宁 比较安静的地方 让他除了运动之外 不会受到骚扰 不然的话 还要放一下莫扎特的音乐 不然他打架 真的打得又流产 对开校也不好 还有就是产房 产房之后要有义音房 义音房也会有轻子房 是耶 医师想着好周到 你有这些 然后接着下来 断奶之后 断奶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社交场合 你除了 除了我认识你以外 我还认识别人 好几卧在一起 大家互相之间 学习怎么样相处 因为狗和狗相处 狗交狗相当的快 猫呢 一样 也很快 一样 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的 你在社交学习 学习的黄金时期 你必须给他这些 像这些 都是我们在繁殖场里面 所必须要的测试 基本上现在这个都没有 那第二个到所谓的 宠物保姆 不是 到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贩卖店 那我是一直认为 宠物贩卖店应该最重要 取消掉了 直接要买狗 就到繁殖场去买 因为从那边 我可以有资料 看到说 哦 他父母亲是谁 兄弟姐妹是谁 教养好不好 娶母要看人类 对 就要看一下 他的妈妈如果品性良好 你才养了他的小孩 抓小妈要看母猫 是 所以像这些 那 这个 宠物贩卖店 这一段 我是一直一直觉得说 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 以后慢慢 我们整个社会 我们整个 尤其是消费者 因为政府不敢经 只有从 消费者很简单 我就不上那边去买 我们在那边鼓吹 然后那个贩卖店 不要打我 他就长期发展成 其他的宠物照顾行业 或宠物保护也都可以 我们刚刚一直讲欧洲 欧洲现在发展的就是 你要买狗 买猫 你直接 直接到 到这个 繁殖场去买 是 尤其是 前一阵子不是有说 法国也要禁止说 这个宠物贩卖店卖狗 是 你可以去送 收容所的狗 当然 状况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很多的 纯种狗 我们都是杂种狗 那接着下来就是 所谓的 寄养业 那寄养业 这个部分 其实寄养业 就可以发展成为 宠物保护业 有道理 是 你不用再重叠 你 因为你在做 宠物保护的时候 你所有的设施 照顾的方式 还有 需要的条件 还有被需要的条件 基本上都是重叠的 对 就是现在比方我要出差 我就把猫送到了 宠物旅馆 那如果这一个旅馆里面 有宠物保护 那在我不在家的时候 或猫老的时候 他也可以来到我家里 做居家照顾 对 因为这些事情是 本身是重叠的 重叠的我们就不必 跌宠家屋 但现在在洞宝法里面 有纳管宠物保护吗 没有被管的东西是好 还是不好 是happy吗 当然不 就是大家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只管到寄养业 那寄养业的条件 你设置的条件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求硬体是什么 而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的脑袋里面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受医院 受医院很简单 我开个面 然后有几样仪器就好了 问题是不是这样呢 绝对不是嘛 因为你受医师本身要进步 学习新的东西 然后对狗 不管是对狗的行为 对狗的这个福利 甚至对狗的现在的医疗器材 医疗器械疾病 一直在发展 你这个要不断学习 那同样的你作为一个宠物保姆的时候 狗的行为白白款 那你必须要 你真的要好好的有空 就要去观察 然后学习新知识 然后要用这个再试试看 行不行 是 那么医师赞成设立一个宠物保姆 自治管理条例吗 或者他其实只要去母法就好了 不必用自治管理条例 直接在这个 从特定从业管理办法里面 去订定设置管理的办法就可以了 对 这里面也可以把教育训练等等的 这些内容含过 必要条件 你必须要从事多久了 接受什么训练 而且每年还要去回来接受训练 什么什么 太好了 而且训练的东西 以及发明间证照的东西 就可以像餐饮宴一样 委托明间做就好了 这真的是很不错 我们今天讲的是 新兴的行业 宠物保姆业 你是不是也有志于此呢 那么英国 欧洲 整个美国 他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关心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宗旨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 管理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 0129-6665 或拨打均款专线 02-2704-0809 02-2704-0809 欢迎回到动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龙 大家平安 有钱 是平安 因为法国出现这个事情 是平安还不平安呢 法国是规定说 再过几年 2024年起 他禁止到宠物店去买猫 这就是刚刚黄医师所提到的 因为大家常说领养代替购买 但是现在开始 就不要中间弄一手了 你直接买宠物的人 必须像动保团体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就是繁殖厂去买了 因为说二分之一的法国人 就养宠物了 可是弃养的 他每年也有十万只 所以他们开始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法国弃养也会这么多呢 前一阵子不是我们那个COVID-19 那个 是 这个开始流行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人 说毛会采染 不是 他可以遛狗 不能出门 那你要出门 你带一只狗去遛狗 就可以出门 所以那时候 大量的到这个动物收容所去 领养狗出来 那时候是这种现象 那后面的话 你想想看 养狗养猫 那个有负担有多大 对 你只是为了要遛狗 结果现在不用遛狗了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他是变得雅阁 一只大的狗 和最大型的猫 他的伙食费一个月也是上千元 就不要讲伙食费了 那其他的 你每天回到家 一定要采猫杀 你光照顾他 你就觉得很烦了 我从事兽医 我从小的时候到现在 这个和狗猫接触 最起码快 没有六十年 有快七十年 你不是才五十岁 谢谢 那像这种情形 在乡下养狗还比较好 他自己会跑出去 大小便 然后我们 他饿的时候你来不及喂 他会抓野兔野鼠 我们家里是没有这些 村庄里面没有 但是 只要定期给他洗个澡就好了 但是在都市呢 不可能 尤其是现在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多 因此有些人 在一阵子利用完了 我常常说 当利用完的之后怎么办 觉得他很烦又怎么办 一个就是还你 他很多人就丢不起这个脸啊 那就丢弃 丢弃怎么办 就变成政府要收拾 所以弃养 连法国都有十万只 所以在这里面 这里面 你弃养之后 后面造成的社会问题 该怎么收拾 又是政府的事情 那像我们 我们台湾 本身收容所 公立收容所 因为临扑杀之后 基本上 能够不抓就不抓 能够往外丢就往外丢 利用DNR的名字 往外丢就往外丢 那至于 人民说 我们村庄里面 有这个什么 流浪狗会骚扰人 要什么抓 要拜托你来抓 那政府官员是 主管官员 能够呼员 尽量呼员 比如说我认识的某个县市 他没有公立收容所 那他们的 这个 办理动保业务的 这些公务员 就是 天天应付的 就是能呼员就呼员 能够这个 推掉就推掉 只要不出 不出事情就好了 像这种事情 到底是福气 还是灾难 所以像到法国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时间也到了 就是 就是让宠物店 有一个全新的转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法国 宠物店 宠物店还很麻烦 因为曾经有人 透过那个什么 唐红 不是有个五千人联署 然后就要 政府就要处理的吗 对 又有人联署说 以后宠物店 不能卖狗 然后只能 送狗 有有有 只能送狗 尘案 只能送狗 不能卖狗 宠物店不哇哇叫 然后后面呢 这些联署的人 他 他讲的办法 是说希望能够 仿效 加州 后面我是 加州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宠物店不能卖狗 只能送狗 只能送狗 像这种情形 我只是请教他们 你们了解不了解 像美国或欧洲 他们的流浪狗 到底是杂种狗多 还是品种狗比较多 品种狗 品种狗比较多 了解 因此 你要叫宠物店说 不能卖狗 只送狗 宠物店通通会关门 就像现在要关门大吉一样 是 而我们推展 我常常说 我们在倡导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针对要解决问题 但是不能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那就不是好办法 因此 在台湾你说叫宠物店 不卖狗来送狗 短期间是还蛮难的 要先辅导他能够赚钱 应该说不是好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 好早以前我就讲 我就讲说 其实 我们从宠物用品店开始 宠物店我们先不碰他 我们从宠物用品店开始 宠物用品店 你只要是有养狗 或有养猫 你一定要吃东西 要用东西 好 纯宠狗和扎众狗一样 他要吃 对 因此 我是不是在全台湾的公立收红所 或者是有制度的民间收红 可以连线 连线之后 我把我收红所可以送的狗 拍照 或者是拍成影片 放上去 然后 每个 每个宠物用品店 有一个大的萤幕 而且还可以分割萤幕 然后上面写 比如说 你找到屏东县的 高雄市的 你可以到那边搜寻 那边有些什么狗 你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条件都写好 你觉得 我选到 这个台南 这只狗我喜欢 然后上面 还没有被领养 因此我就可以请 这个用品店 帮我去联系 那个 我要领养这只狗 我们台湾 今天打个电话 明天就到了 对不对 所以宠物店 它也可以转型做这些 就是 到了之后 我就来领 我领的时候 我会不会顺便买食物 买用品 而且你要是服务行 我是不是就变成长客 对 以后就请你来做宠物美容 及宠物保姆 因为像这些 这些 这个 这个在美国 美国是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成种狗比较多 有这种宠物用品 当时他本身是卖宠物的 后面不卖的 就用送这些宠物 公立收容所的宠物 或者民间收容所的筛选过健康 然后亲近人类什么 这些 当做 说的 一定要代替购买 送 他在全美国发展出 一千两百多家的宠物用品店 嗯 哇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好厉害喔 所以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学了 我心里一直想学的是英国的制度 英国的皇家制度又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啊 其实英国 RSPCA 皇家这个 这个 动物怎么急救协会 那个 他本身 是当时有一些民间 就是民间人士 组成 去做所谓的宠物机救 救援 收容这些工作 那时候很早 后面他们做出来的 所谓的 一个是公信力就够了 嗯 因此 因此 英国政府 就给他一个 Royal 皇家 哎 好 皇家都代表最高顶级啊 对 皇家的盘子 皇家的饲料 都 授予他公权力 嗯 代替政府 去执行 动物保护的业务 是 那他还是民间单位 他拿政府的钱吗 完全不必 基本上在西方 不管是英国 英国或者欧洲或者是 这个美国也好 大概两个人会有一个人捐款 我们 我们是差不多四点多一个人捐款 嗯 四点多才有一个人捐款 对 可是我们捐款的个人金额有很高啊 他们更高 是 他们甚至 甚至遗产 就统统信托给 一只猫 一只猫 或者是统统捐 捐给这些动宝团体 对啊 对 因此在这种 这种捐款的观念 比我们 发展的很高 嗯 那 问 接着下来就是 他们本身在执行的时候 第一个除了 有公信力之外 嗯 那第二个 很自律 不像我们 我们最近不是有人说 我谁和谁 过去我怎么没有利用你的 你的关系去 怪不得我 他不会成功就这样 不懂得招摇账片 好像说有关系就没关系 不好了 不是 他就不懂 我 我每一次的 当我这个朋友 这个变得更大的观的时候 我就主动和他疏远 你知道吗 我也是这样 有人选上了之后 我们就少一个朋友 就是 不是 朋友没有少啦 但是 就是 对不起 不和你 对 少麻烦人家 尽量不和你联系 免得 有事情我们自己处理 就不要麻烦朋友 免得说我们又想要怎么样 所以英国皇家的这个单位 他不会这样 但是他几乎 但他会不会去处罚民间团体 比方你某个爱妈 你的狗狗被虐待了 怎么是淹水了 很对不起 他会做吗 他没有公权力 是啊 他没有公权力 他怎么做这些事 他有公权力 就是 当你虐待动物的行为被发现的时候 他们本身检局 然后 基本上就承认 是可以有这些代替政府去执行动保业务的办公 这个准公家单位 英国应该这样讲 民间的社福团体可以到现场开出罚单 是 你给我过来训练回报 那如果你没有做好 我把你强制停业 可以做这个事 是 太好了 我觉得我还很相信 台湾公正的民间团体 真的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 你如果真的委托政府部门做动保警察 他可能一个县市才一两个 他做的类似 也不一定把业务做的好 我说动保警察 全台湾大概要168个 怎么算的 一六发 一路发 第一个其实不止 我刚刚上以前不是讲说 假如你只是从事动物保护法里面动保警察 但是我们还有野保法 还有一夜法 对 对不对 所以像这些 我不是一直讲说 我们是那个宝宝 就一千多人 是 有道理 驻扎各地 还有各个宝宝的各个分队 是 那我们本身 本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授权民间组织 去代为执行 但是 我们的我们 你要知道说我们整个 整个法律的法源系统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是充分不相信人民 对 他要定到很细节的法条 他才让大家去做事 我们 法律本身 一个是说 我相信你不要被我抓到 第二个是 我根本不相信你 所以我 制定很多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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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法律不是很多 禁止 禁止 他没有去说你要做了我怎么奖励 对 那在这种禁止禁止 就是说我根本不相信人民 把人民都当做小偷 那这样的话请问 他怎么样去放手让人民去执行呢 更何况我要化水过来 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吗 你当你给他一点颜色 他就开启揽房了吗 就利用这个 狐假虎威 去图利他自己的什么 图利自己的什么 而且他又是民间单位了 他图利你还 到处要办的还是公务人员 不是他 然后接着下来出事情的时候 那公务人要承担 所以他干脆不给你 是 这就是我们整个国情 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现象 对 所以有时候我看 我觉得英国的制度真的不错 但难道我们是要学荷兰 全都政府来做吗 但是黄医师刚刚提到 美国经验真的也还不错 我们今天谈的 就是整个宠物业的发展 它真的是瞬息万变 先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 马上再回到我们动保大小事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关心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 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于甲子的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宗旨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 管理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欢迎回到动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龙 大家平安 有权 有权 快乐 是 桃园甚至比较不快乐 因为桃园要修法 但是我觉得很合理 就是他如果六毛小孩的时候 没有牵绳子 以前就是开阀好像比较那么严重 未来如果你没有带笼子 或没有练绳子的话 查证属时开阀2000元到1万元 已经快要三读通过了 那是地方自治条例 是 是 是 但是就算他通过了 黄医师以您的经验 桃园会罚多少人 我常常说我是医院的朋友 你要罚我 那我怎么敢罚呢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而且议员打电话来 也是议员说你怎么可以罚他 他有绳子在他背后 他只是没有牵出来而已 这里面出现说我们的民情风俗 我一直说我们从小对狗的观念就不对 所谓的社会化的观念就不对 那然后你狗出去 我一直认为 其实我们带狗出去是保护狗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狗出去以后 社会化不全 就会对可能是小狗对着其他大狗狂叫 然后那个大狗一眼不爽 他的叫就很害怕了 他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心生畏惧了 我就拿着棒球棒 对就是这种叫 就是威吓你了 就出来了 那两个之间就冲突 那谁倒霉 所以说我们带狗出去的时候 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办那个狗公园 在狗公园一个是安全的地方 狗不会乱跑 然后再来因为寄生虫会到处乱掉 因此你在狗公园你可以定期消毒 杀虫什么之类的 是 那在狗公园里面呢 大家也知道说 哎呀 他的狗 他这个狗很乖 哦 那只狗 最好不要碰他 由他进来 我先回家 就会了解这些事情 因为产生的冲突就比较少 那至于说 你定了那个叫 在国外叫Leach Act 那个 链子法 牵绳法 你带狗出去 你必须要牵着绳子 对 我一直说 有没有这个法律 你都必须要牵着 是 是在保护这些狗 对 我常常听到就是那只狗就冲出去了 结果这车就撞过来了 对啊 对那你要怪谁呢 你难道怪那只狗或车主吗 我曾经在那个 可能差不多十点多吧 有三个年轻人 那个高中生啊 带狗来给我看病 然后我说 哎 你们那狗啊 用绳子牵着 不然的话像像夏天晚上 很多 很多这个摩托车 不小心撞到 结果他们弄完了以后 回这个出去 出去以后大概五分钟吧 嗯 又回来了 他说医生你好专业 我说撞到了 你出去就撞到 对 有没有怎么样 还好 还好没有这个 只是这个皮肉伤而已 好险 那我每天都会进过一家面店 他养了一只这么大的小黄狗 看起来就小狗 可是我就有点多晚前事 因为他每次都用很短的链子 把他链在那 那太短不行 对那那只狗就一直躺在那一个牛皮纸 纸箱上面 他不是 他箱子还摊平 是让他这样 我有点舍不得 我就跟他说 不能这样 酸着 那他就把 接着他 然后我跟他说 依照动包法 你必须二四十小时给他水喝 所以他们就心生畏惧 想说我是公众人物 我还经过 那绳子有拉长一点 旁边就摆着一个纸 纸杯 就放着一杯水 我心里还是很舍不得 我总觉得养狗的人 不要把他就乱练在你的店门口 是我们练着之后 要有时间带他出去散步 对 不然的话 像我们在山上 山上果园的 他是用那个maiasho 拉着长长的 一边一边 比如说一百公尺距离 然后那个 那个狗链子 狗链 就一个一条链子挂在那个上面 他就可以跑来跑去 可以自由活动 链子至少长一点 第一个不会去绑到他脖子 第二个 限制他乱跑 不是限制他 这个所谓的活动 但是很重要说 你不能一天到晚 叫他躺在那里 有空要带他出去 溜溜 你如果没有时间 你要开面摊 你就不要养他 很不幸 我很爱他 因为他是流浪狗 怎么办 是是是 所以接着我们 我们就说 他让他说 哎 你那个有 有空我帮你 带他出去溜溜溜 好不好 啊 啊 那慢慢的 让他自己觉得 我自己应该带他出去吧 对对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说到 黄医师说到流浪狗 这次的新闻看来更生气 他是在嘉义 我看着这个新闻看很细心 就是有一个路人 他就发现在中浦乡 中轮云溪水附近 他就是连夜 就在最冷寒流来那一天 他就一直听到小狗叫 小狗怎么叫 就这个声音 那么 他就是一大早 立刻就去找到谁在叫 就发现有人丢小狗 小狗的眼睛都还没有张开 五只幼犬 看起来是黑黑的灰灰的 就带小黑狗 那眼睛没有张开 结果这个有 这个有爱心的路人 他去看的时候 有一只已经冻死了 路有冻死骨 没想到发生在台湾 有谁是这样惨绝人寰 你要丢狗 你也要应该帮他盖个棉被 当然不应该丢狗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故意置人于死 这就是杀狗罪 很对不起哦 很对不起哦 这个狗现在在台湾 在六法里面 他属于物哦 所以 所以以后 要是怎么样的话 除了动保法以外 比较严重的 用药物 或者是器械 连续致死 两个 这个 两只狗以上死亡 嗯 才会所所谓的罚到什么 呃 十五万 不是十五万哦 动保 三百万 哦是这样 动保法器养规定 最高不是 那是器养 哦这是器养 那你要是致死的话 对已经有一只致死了 对 致死他只有一只 对 两只的话 两只以上 就可以到三百万了 对 还有这个 五年以下有期图刑吧 啊 那事实上 呃 基本上都 连罚款都不罚了 还把他送图刑 还有这个狗 也没有完成宠物登记 可以罚三千到九千块 弃养动物是三万以上到十五万 那所以说 现在动保团体 已经说要根据 呃 他不是悬赏五万吗 对 入口监视器 但是发现 不是另外一个 打爆眼睛的 对 另外一只狗是这样 他就发现 有一只眼睛 是已经被用 球棒把他戳弄了 对 那而且这只狗受了伤害 一直躲到野兮那边 大家还努力去把他骗出来 为他把他送救治 结果掉 一样掉监视器 结果这个地方 没什么监视器 所以 动保团体 悬赏五万 要抓出这个坏蛋 不是 其实这个啊 基本上 呃 我总觉得说 我们的法律 从头 到尾 都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呃 国人的观念 也有问题 第一个法律 当然要法不法 但是 要解决问题 啊 我们现在 灵扑杀 是解决问题 还是制造问题 制造问题 啊 第二个 因为灵扑杀 然后 我要想 我想把我 子带是没有办法的狗 送到公立收工所 公立收工所 一个是 用很高的钱 第二个 甚至不收 是在解决问题 还是制造问题 但是人家说 他们已经狗满为患了 对 是解决问题 还是问题更多 因为你要知道 公立收工也是我 老百姓出钱 养你们哦 是 啊结果你们 也不收 不帮我解决问题 就狗在那里 就是养那几只 然后养一辈子 嗯 那怎么办 啊我这边 有流浪狗 骚扰我 请你们来 你们也不来 对 哦 待乎直守 我不敢说待乎直守 就是你们 因为你们能力不够嘛 也是啊 但他讲也是事实 我 我曾经到 你都好了解 我曾经到监察院 监察委问我 怎么办 我都 去死了 凉扮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这个真是可恶 就是第一个怎么有这么可恶的人把狗丢掉 第二个你要丢掉的时候你帮他想一下 他就是会饿死 所以这里面我曾经碰过说 有爱吗 常常每半年就带一窝狗 叫我帮他送 我帮他送 那时候早期好送 但是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把你那只母狗抓过来 对啊 决疫掉了那时候还没还 那时候我们在推TNR政府还给你反对 你应该记得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好多议员 每次都陪医师还在开记者会就是宣导TNR 最后政府加入了花了好多年 那时候我们出钱然后主持人力去做什么什么 政府还反对 还给公文说你不可以 我要一记洞保法怎么样 哎 你把那边的猫抓来结扎 结果还觉得你违反洞保法 对 所以说 我像这些 我们本身 我们本身 第一个要去思考的是解决问题 但是根本解决 那为什么会有会有小狗 一个是狗在那边生的嘛 那第二个是人丢的嘛 那狗为什么在那边生 那还是流浪狗 人丢的可能在家里的嘛 那这些狗 这些狗 要不要做决育 我常常说 你家的狗 你家的猫 要你带来我受医院做决育 很简单 但是你要这些人去外面 抓流浪狗来做决育 抓不到 对 那我们要 要推展什么 是不是要先推展 家里养的 想办法 对 把我们家里 家里养的狗和猫 先解决了 怎么样 就算是补助 或者是什么样 第一个要受医院愿意干 对 你要是一千 什么六百块一千块 受医院很多不愿意干 因为我碰到狗 碰到猫 我就要负责 对 就像你们的 你的猫阿财 到我那边去 我要是不把他那个 脚缠到的医好的话 你就要骂我 我不敢 阿财那个时候手受伤了 在服务处的流浪猫 手受伤了 我们送西医 他不管你给他捆什么东西 他就是把他舔掉 咬掉 所以我们找到黄医师 黄医师真天才 他给他涂满了中药 回去整个服务处满满的中药味 那阿财当然不爽 继继舔 舔完之后病就好了 好厉害喔 用中药来医这个猫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 当我碰到你的猫 我就要负责了 我要不负责 又没有钱赚 那受医师就不干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说 做这要怎么样鼓励受医师 愿意加入 动物保护决疫的行列 第二要鼓励民众 愿意把他带到 那个寿院去 所以我说 胡萝卜棒子 你带去免费 但是你不带去 被我抓到 我就罚你一万 是不是 对 我是不是我出的钱 我就统统从你身上坑回来 对 那这些现象 就是你必须 必须 执行的公务人员 要敢做 不然的话 像说你那个链子法 我告诉你啦 公务人员都算了啦 假装没有看到 甚至你要叫他说 哪里喔 他说对不起 我没空 是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碰过太多了 我刚刚开完单子 刚上车 首长就打电话告诉我 说什么议员在关心 是不是可以把它消掉 去年桃园一年 没有用链神跟乡龙检局案 就174件了 今年也有114件了 你罚不生罚嘛 对不对 你 你很像可以罚 但是你也不敢罚 是 因为很多议员 很多议员直达田厅 直接找郑文燦 那郑文燦呢 又是太子爷 对不对 压力太大了 因此这种 环环相扣的事情 因为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论文 这也不是杀人放火的事情 啊 链子 叫他链就好了 是啊 台湾社会其实真的需要进步 我们节目动保大小事 今天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彻底解决办法 不只是恋神 或者弃养的问题 都这么严重了 其实只要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就知道 没搞得对啊 要怎么做下去了 所以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请持续我们的动保大小事 我们在 KKBOX Podcast YouTube Google Google也有 Facebook 对 以及我们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协会 对 网站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 让我们一起爱护猫狗 影响一个台湾宠物的新时代 谢谢收听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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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